好 屏東最近真的是嚴正以待 就是很怕可能 黑胞會不會有火拼跟報復呢 角頭丫頭昨天是在左營遭到了槍殺 所以今天殯儀館相宴的時候 她的妻子也從新加坡趕了回來 全程都有小弟來陪同 她的地方勢力也非常的榮厚 因為她在屏東是擔任相待會主席 但是地方人是說 其實丫頭過去跟另外一位 叫做檸檬的角頭有過恩怨 而且常常為了尋仇上新聞 而槍殺丫頭的槍手過去 是詐騙集團的成員 臉戴墨鏡還有黑口罩 在小弟呼送下不發抑鬱坐上車 她就是屏東角頭 綽號丫頭的成性男子的妻子 15號接到2號 從新加坡趕回國 墨鏡似乎也是要拿來遮 她已經哭腫了雙眼 她凌晨在IG上發文 黑底白絲寫著 老天爺你真的開了我一個玩笑 多希望是一場夢 你不用再這麼辛苦了 好好休息 而檢方初步相宴 子彈從丫頭背部打進去 貫穿腰椎 接著打穿肝臟等臟氣 造成腹槍打量出血 失血過多而死 案發在15號中午 陽性槍手一見到丫頭出現 就朝她連開五槍 但丫頭早在15號凌晨 就進到豬油店裡面 槍手清晨五點出現在外頭 守候埋伏 不僅讓人懷疑 有內鬼洩漏大哥行蹤 讓槍手掌握時機 地方人士都知道丫頭跟當地 綽號檸檬的林姓角頭有恩怨 雙方以來我往報復 還有人在臉書網搜檸檬 結果搜錯人 然而陽性槍手卻攻稱 是丫頭曾在賭場 向她借50萬不還才會動殺機 她過去曾是詐騙集團成員 也有毒品千科 一架帳號搭訕騙人上鉤 這次為了50萬債務開槍 槍哪來有沒有藏進人 應該還有內幕 東三新聞方總委 楊瑞銘 瑜伽雄 在高雄屏東的採訪報導 連槍手都有做過詐騙集團 難道這潛水店 也有詐騙集團嗎 因為這個教練 他是教完了潛水課之後 潛水店是用LinePay來付薪水 結果他才剛剛LinePay收到錢 突然就不能用了 整個賬戶都被鎖 這個教練本來不以為意 隔天他發現 不是只有LinePay而已 他名下所有五個銀行賬戶 通通都不能用 讓他非常錯愕 前進海裡游游 看看珊瑚礁還有各種小魚 彷彿成為海底總動員的一員 共寮龍洞附近海流不大 屬於新手友善 不少潛水客都會來這細水 潛水教練也通常會來這接案 但日前有教練上完課 收到薪水後 賬戶就被凍結 以LinePay的方式轉賬給我 然後轉賬完之後到下午 我要登錄LinePay 來轉就是 轉賬錢給朋友的時候 突然發現LinePay整個被鎖住 然後隔天下午突然發現 我所有的銀行賬戶也跟著被鎖 躺著眼中前 馬先生追查後發現 原來他收到的薪資 捲入詐騙案 才會讓他的賬戶被凍結 那這半年到一年我完全都不能領錢 然後也沒有錢做使用 這樣子我該怎麼樣的去買東西 或者是吃飯 或者是該怎麼樣過後面的生活 矛頭指向難道付錢的店家有問題嗎 對此當事店家低調不受訪 但提供賬戶被鎖住的截圖 透露自己也受害 據了解店家跟馬先生都是受害者 但警方追查有問題的金流 經過幾個賬戶 就會像葡萄串一樣通通鎖起來 通常只會有單一賬戶被列 警示賬戶完全不能用 用戶擁有的其他賬戶不是不能用 而是限制使用 假設你家的集中一個帳戶被列警示 你其他的帳戶就是 像他怎麼做延伸帳戶 那你的延伸帳戶 就還是可以做操作 但是只能做零貴的操作 就會有心惡 沒做壞事帳戶突然被警示凍結 其他帳戶還只能零貴操作 真的很倒楣 但要抓到罪魁禍首 無奈也只能配合 東森新聞生活中心在台北 採訪不到 現在是不是薪水不夠高 不能吃叉燒肉呢 因為有人在屏東的東港的便當店 單點一份叉燒60元 60元的叉燒竟然只有四片肉 這一片要15塊錢嗎 讓民眾上網抱怨說 怎麼會這麼貴呢 但我們回到便當店 我們發現了 其實肉是稍微比較厚一點 但的確單點並沒有特別的標價 業者也回覆說 三層肉一斤180塊錢 這是公司規定的 所以建議還是買整個便當比較划算 片開的叉燒肉片 脾脆肉嫩 放進便當裡看起來就很好吃 厚度三倍以上 比較厚 一般可能都是薄的 那味道有力 叉燒便當老顧客吃得很開心 不過卻有民眾單點叉燒買到一肚子氣 他在網路秀出單點的叉燒 抱怨四片賣60元太貴了 我也覺得貴 但是你可以不要點那個布 你不要單點叉燒 你可以點單點別的 叉燒三層肉 一斤就是180 你要一斤180 然後你要扣掉你的成本 你既然可以鎖水 還有我們的 還有是哪個香料 醃料 我們也單點一份叉燒 這一次有五片 單價一樣是60元 單點一隻炸雞腿 單價80元 難道單點都比較貴嗎 單點的沒有把它 沒有價錢變出來 有圖片這樣寫出來 單點的 面對部分消败者抱怨 業者相當無奈 原物料一指掌 連鎖便當店 都是依照公司統一定價的 這個賣的 這麼大便70塊 這排骨60元 這是一般正常的叉燒便當嗎 這一份多少就 95 你是點什麼飯 這個 鎖飯 鎖飯 我覺得他們的價錢都合理 要這麼多人聽說 實際上買一整個叉燒便當 有飯有肉有菜95元 本來就比單點還要來的划算 要單點主菜外帶 得要先有這個認知 東三線為瑜伽熊 在屏東的採訪碗島 行政院終於承認了 沒錯我們台灣北部 電就是不夠用 但是現在台中市長 盧秀燕總覺得好像被刺一樣 因為她才剛剛踏出行政院 就被發言人點名 說反對中電北宋的 就是盧秀燕 盧秀燕反對的最大聲 今天這個問題 是由副市長鄭兆欣來代為回答 她說如果不缺電的話就沒有這個問題了 特別謝謝中央再包括我們要成立捷運工程局 這樣的一個原額增加案裡面給台中市通過 台中市長盧秀燕15號北上道行政院 感謝中央支持台中成立捷運工程局 還特地邀請院長卓隆泰參加石缸熱氣球嘉年華活動 但才一轉頭 卻被行政院發言人陳世凱點名 北部現在電力不足 反對中電北宋最大聲的就是盧秀燕 盧秀燕校主持市府中原普渡 面對媒體提問她低調快閃離開 發言人有提到說 謝謝大家 謝謝中間 有什麼樣的想要講嗎 台中市為了降低空污 針對台中火力發電廠和中央多次交鋒 上演中火大戰 面對陳世凱的批評 盧秀燕不願回應 但副市長鄭兆新則認為 陳世凱出身台中海線 應該最了解台中人之苦 和對中火減煤時程加速的渴望 前台中市長林佳隆和高雄市長陳其邁 都曾對電力北宋發出不平之名 陳世凱在理解後應該有更成熟的說法 他出身台中海線 所以他其實對於我們台中海線 對於中火減煤時程加速的期望 他應該是能夠非常地瞭解 所以我想他們對台中的瞭解 其實應該多多的 出更多的力來解決我們台中的問題 如果不缺電 其實就沒有所謂電力北宋的問題 所以充足的能源如何去發展 我想才是正本情願之道 北部電力供應不足 炮火卻燃燒到中部 盧秀燕被點名 但他選擇不回應 不讓電力問題演變成政治議題 東三信王府安在台中採訪報導 在台中等公車 難道要到路上才能攔得下來嗎 這位林小姐是看到了 131號公車準備要招手攔車 但是車子是幾乎快要過站 才停下來 好不容易上了車 司機就開始罵人說 你要站出來攔車才對 但是乘客就覺得 你跑到路中間攔不是很危險嗎 所以跟司機吵了起來 乘客和司機為了招手攔車的位置 吵了起來 因為司機要求乘客要站出來攔車 林小姐和其他乘客 9號晚間7點多 在崇德路和京島東路口站牌等公車 看到131路公車準備到站 立刻招手攔車 但司機像是沒看到一樣 都快過站才緊急停車 沒想到一上車司機就對他們大罵 因為我已經搭過他的這台公車很多次 他都有要求乘客要站到路中間去攔車 他才看得到 如果我們去到路中間被車撞到了 那誰要負責任 司機認為要求有理 但乘客無法接受 最後還要乘客自己去申訴 崇德路車流量大詢問在這裡搭乘公車的民眾 有人覺得晚上光線偏暗 但沒遇過公車過站不停 不過如果司機要求到路中招手攔車 會覺得蠻危險的 有時候會怕他沒看到就會跑到外面去 那其實是很危險的 要明顯一點讓我看到你在招手 你站還是可以站在那邊 閒人的走那邊嗎 站牌那邊嗎 最主要你要提早揮手 客運業者表示司機晚上開車 無法隨時注意站牌旁的乘客是否要搭車 當天是提醒乘客要提早招手 交通局則說已經請台中客運調閱監視影像 釐清相關責任 如果有服務不當的情形 會依規定處分 請業者加強教育訓練 東三雄 蔡玲和陳麗賢 林天靜 吳俊翔 陳惠美 在台中採訪報導 雖然她穿的是灰色的袍子 而不是白袍 但是長長的頭髮在台北車站附近 飆高音的確引發側目 有9000多萬 你會買這樣的房子嗎 這是在南港的一棟二樓透天錯 但是已經67年了 總價9288萬 有人會買嗎 台北市南港這間二樓的透天錯 屋齡已經67年了 屬於老舊的房屋 而近年來這個屋主想要把房子賣掉 不過這價格竟然開到了9288萬元 這價格一出來讓許多人也是驚呆了 真的沒看錯不是1000萬 2000萬 而是9000多萬元 房屋建坪43.99坪 地坪35.09坪 如果買下兩層樓都是你的 但你會想買嗎 9000多真的太貴了 真的我可能會選擇住遠一點的地方 有這個金錢他可以買來投資 大部分有錢的都是買來投資 老房價格賣到破9000萬 大家都很驚訝 但房仲說這種房子通常不是賣來給你住的 而是要等著都更 建商如果有再整合他會先買走 沒有就是在地人他買來收住 若真的都更後可以換成怎樣的房子呢 房仲解析以土地坪數35.09坪來看 都更完新房子的建物面積 大約可以換到韓公社150坪的建坪 換句話說也就是四到五戶房子的大小 而以這區南港的全新房價來看 目前一坪110萬到120萬 都更後預估可以上看150萬以上 如果總價的話是150坪可以賣到 1億6到1億8 價格如果買的話可以翻倍 南港老房子可以值這麼高的價錢 其實也是因為這裡很熱鬧屬於精華地段 附近除了商家林立 還有南港車站騎機車只要4分鐘 捷運站走路就可以到 還有一所國中 而房子的對面就是傳統市場 這是以前我老爸在的時候買給四個兄弟 大家都年紀都大了 怕說還要再遺傳麻煩嘛 就賣掉以後 兄弟分多少就各自各的 房仲則表示像這種天價老屋 有些建商想整合會先買下 只是通常都跟程序繁雜 不知道要等多久想買還是得三思 東森宣委劉偉成 我要連在台北市採訪報道 我看了 你另一面 感谢观看